这个秋冬的彩妆其实比春夏精彩很多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 2019年秋冬我比较喜欢的彩妆单品 Fanti Beauty Rihanna彩妆线 今年秋冬新上的这个滋润性粉底液 特别特别的保湿然后比较滋润 同时呢延展性也很好 但我今天之所以要推荐它 是因为我真的非常佩服Rihanna的团队 大家知道Rihanna的面部产品 现在已经出了三样了 第一代这个Pow Filter 它是那个哑光的 之后的concealer 最后的滋润性粉底液 这三个都是用的同一个色号 也就是说它的idea是 你只要确定了你的Fanti Beauty色号 你其他产品都不用试 你可以直接买 我是120 Fanti的颜色 但你们知道其实这三个配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做每一个新品 做shade matching的时候 都要调很久很久去match之前的这个颜色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品牌 能够match到百分百一样 你们可以去看一些大牌的粉底液和它的气垫 比如说经常颜色哪怕是同一个色号 并且它们claim说两个色号是完全一样的 你也会看到有一些不同 但Fanti真的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能够把颜色完完全全match到所有产品上的人 就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产品配方本身有多么的适合shade matching 而是这个在背后做我们这个工作DMI的人 真的非常非常用心 可能跟实验室来来回答了不知道多少回 才能做到这样完完全全的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感到非常的敬佩 也是努力的方向吧 Natasha Denona的这个高光叫做Super Glow 这是我前段时间去美国出差的时候买的 我之前一直不太敢尝试欧美的高光 因为它们都非常的就是visible 非常明显 亚洲人比较难使用 但是这个我当时试了一下我买的是01号Fair这个颜色 它正好在一个非常微妙又完美的那个中界线 就没有那么的美国式高光 但也没有亚洲的那么的就是看不出来 我当时回来之后第一天用了这个小吴第一眼就问我 你感觉今天感觉气色很好 其实我只是换个高光产品而已 我今天其实眼上用的就是这个Natasha这个Super Glow这个高光 我觉得还是能够把脸显得非常立体 而且我觉得我鼻子看起来也比之前的高光 用的时候要小一些有没有 Best eye product 我选了三个眼影盘 一个是NARS的 圣诞 Studio 54 是一个纽约上世纪的住民夜店 这个pack首先说还蛮 而且这种它都不掉粉的有没有 做得很好的 这一盘主要是有一个非常amazing的 你看我已经用了一些了 这个颜色就是多色亮片色 超美 它有各种sized glitter 各种color 然后把它们全部合在了一起 并且还不是很容易掉 而且蛮好卸的 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party season 这个红也很好看 然后你们看它连这种看起来有点哑光的颜色 里面也是带一点glitter的 其实我觉得哑光跟glitter是一个很美妙的结合 不太常见 但是很美 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亮片色 看不太清楚 但其实它是可以做那个topper和提亮的 这一盘真的很值得买 非常非常美 日常也可以用前面这一些 然后比较 比较extravagant一点的party season也可以用 推荐推荐 日本这个盘子Lunasol的秋季盘 是我之前日本出差的时候买的 这个我觉得真的超级特别 这个的话就是要推荐一下这个颜色 虽然我不太喜欢紫色 但这个它涂上只有没有痕子 然后一个很美的蓝色天光 就很美 这是01号盘 因为现在眼影盘都大同小异 都长得差不多 所以像huda那个新的nude盘 金光我觉得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没有推荐的必要 大家应该都已经有一盘了在家 所以呢 我今天主要是推荐一些 我觉得很特别的颜色 这个就很特别了 这四个 其实这个打底 然后加任何一个其中的颜色都还蛮美的 这个可以做眼线色 就非常纸片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春天泳也蛮好的 而且每一个颜色都可以单独 跟别的眼影盘配 作为那个highlight的那个shade 然后这个就是03号盘的那个 我觉得偏光非常美的 可以稍微动一下 你们看一下一个蓝色和银色的偏光 然后涂上之后没有那么的紫 which I like 我的最喜欢的category 大家都知道的 然后今天会给大家推荐三支口红 一个是NARS的新口红系列 色号immortal red 就是我现在嘴上的颜色 最近最爱 还有一个是hourglass 它的ghost系列for christmas 也是holiday的那个limited edition 和兰蔻这个保时唇膏的481 因为我觉得秋冬就是要 wear 比较深的颜色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像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买either one 而且两个的质地也很一样 都是那种非常intense creamy moisturizing的口红 但兰蔻这个偏红 这个偏蓝 这边是兰蔻的481 这边是hourglass的you inspire 它的圣诞系列 兰蔻是更红一点 you inspire是更紫一点的 大家可以看喜欢哪个 都非常有气场 适合秋冬 并且很滋润 然后为什么reason to buy 兰蔻呢就是属于 我觉得是更适合亚洲人 同时你只有买一支就好了 但是这个呢是因为它come as a set 所以你会有这个两支 这是refuable的pack 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换这个口红头 所以我觉得算是对环保做一份贡献吧 lip liquid 这里有三个颜色 因为秋冬是亚光的天下 一个当然就是这个最近风非常大的206 206其实是它之前很火的这个200这个颜色 的加红版 因为200其实不是很适合黄皮 比较适合白皮 它现在就出了这个206是它的改进吧 上面的是206上面的是200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了很多红调 这是真的棕色这个是红棕色 这边是200这边是206 大家可以看到200是比较棕 然后206比较红 当然了206是比较适合就是所有皮 就是黄皮黑皮白皮都可以用 但是我作为一个白皮还是觉得200比较特别 没有见过 基本只有阿玛尼这一支是这个颜色 比较温柔 比较大气 剩下两支呢 一个是Dior这个Ultra Care Liquid 新上的 然后一个是韩国品牌叫Roman 这两个颜色都比较相近 是那种南瓜色 有点像196和3CE很火的那种南瓜色的那种结合 同时呢它都是同样的质地 就是那种柔柔的牙光质地 感觉是涂上之后非常的soft 然后会有那种自带的那种磨皮 像我看起来乌乌的 并且在嘴巴上没有负担感 也不太会沾杯也没有黏郁感 就同样的质地 一个是平价的 一个是稍贵一点的 这边是Dior这个Ultra Luz Liquid Care 707 这边是Roman这个 See-through Matte Tint的05号色 它们两个的颜色的话 这个是明显比较红一点 这个更橘一点 这个的话是涂抹感更好 但是就是finish-wise来讲 其实这个更加没有感觉 我们叫我们行内叫那种weightless wear 你感觉嘴巴上完全没有东西 这个反而你还是有点黏郁 所以根据你们的budget 这个好像才 我看淘宝才四五十块钱 可以选择你们喜欢的 以上就是这个秋冬季的彩妆推荐 希望大家都在这个party season Use makeup to show your personality We all use makeup to be like everyone else Use makeup to show your personalit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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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AHHHHHH 停 MING PAO кив'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